报复一个伤害过你的人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如果有人伤害 首先你不要想方设法的去报复他 也不要被这样的仇恨蒙蔽了双眼 更不要做出一些法理不容的事情 否则会影响到你的事业和生活 这个时候啊 你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静 不要着急上火 该干嘛你干嘛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再过那么几年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他受到了什么惩罚 说不定啊 远远就超出了 你想报复他所产生的效果呀 所以说 报复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沉默和无视 努力的提升自己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 就是对伤害你的人的最好的报复 让他看着眼红 让他一想到你呀 这心里头就不平衡 让他憋气 让他胸闷 让他头疼 如今的生活 是这么的美好 千万可不要为了那些赖事 赖人 影响到你的心情 哈哈哈哈 你说 我说的对吗 把您的看法 打到评论区 反正就是对吗 我做的对吗 好吗